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读人算 这些都是四识 绝对不是佛菩萨古圣先贤 用这种方式来劝导世人断卧修善 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来看这种事情那就错 不知道圣贤人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 决定没有忘语 劝导世人的方法手段很多 决定不可以用这个虚狂不实的方法 因为世间人只要发现你一次忘语 以后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 比如美国 澳洲也是如此 你跟政府公家机关办事 有一次有一次有欺瞒 有忘语 他记录在档案 你以后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 事法尚且如是 就是猴宽祝佛菩萨这些大圣大谢 他们所说的话 我们要认真去奉行 可是佛菩萨曾经告诉我 天地虽然有这些 见察世人善悟的这些神道 如果我们念头转一转 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世间圣人教导我们 刻念做圣 你也是妄念 刻服妄念 你就是圣人 而天地神明 对于圣人没有不尊敬 没有不保护 这情况就完全不相同了 至于佛菩萨的境界更高 所以 这个注节里面 这一段是引用《华言经》的 后面是祖师大德的解释 教导我 刻吉的功夫 要从最难刻处去用 刻吉就是改过自信 我们自己要反省 在一生日常生活之中 哪一个毛病最大 从最大的毛病 那个地方下手 大的毛病 很难改的地方 我们都改过来了 小毛病就容易了 尤其是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看到古老的传说 现在这种传说很多 这个世面上 常常能看到 几乎都集中在 99年 2000年 2001年 这个三年当中 这个世间 有很大的灾难会发生 灾难从哪里来的呢 众生 卧夜照感来的 这是感应之理 传说 未必是真的 但是 我们仔细观察这个社会 世道人心 人心翻长 排斥 一些善法 欢喜 接受一些卧法 实善夜道 人家听了 摇头 造十卧夜了 他跌头 这有什么法子 贪嗔 贪嗔 什么 欺狂别人 念念当中 想控制一切 人事物 想占有一切 人事物 都干些 孙人 立即 直思 其实 我讲的很多 孙人 决定 不立即 他误会了 因为 孙人 可以立即 孙人 是 害了 自己 你现在得的利益 很少 死后 鼻堕三土 那个苦 有得受了 明白这些道理 了解这个事实 眼前吃一点苦 算什么呢 来生 人天 佛报 更殊胜的 念佛 往生 做佛 做祖去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利益 你要想获得真实的利益 就必须 要改正自己的毛病 不能不改 不苦不改 一切众生 跟祝福菩萨 不相同的地方 佛心 是真诚 清净 平等 自卑 佛心 菩萨心 凡夫 与这个完全相违背 凡夫的心是虚伪的 是假的 远无的 高下的 自私自利的 真正改过 要从心里面改 如果真正的 真诚 清净 平等心 无量节的业障 都消除了 如同大臣经上称说的 信报太师 亮咒杀戒 大家都曾经听过 佛教是 慈悲为本 方便为满 慈悲是真诚的爱心 清净 平等的爱心 就叫慈悲 这个爱心 是净虚空 便法界 我们看到 其他宗教里面 也常讲 上帝爱事 由此可知 虚空 法界 只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就是爱心 能爱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才是真正爱自己 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夜阴国报 经上讲得太清楚 太明白 我们这样修学 诸位想想 这些天地思过之神 他还能够论你的过 读你的算 读你的算吗 不可能了 也就是 你超越他 全则的范围 只要你 用的是妄心 还有妄想分别 职责 还想一些 做一些进步的人的事情 你就在天地归神 他的全则范围之内 你没办法超越他了 这个事情要懂得 要知道 读解 这里面呢 说明朝 有一个王用瑜先生的一段公案 这段公案讲得很长 意思很好 很值得我们警惕 从这一段公案 这个公案是四十 不是价值 明了 明了世间人 所谓是 一银一桌 莫非千顿 谁顿的呢 是自己 断卧修善 父亲到他 一生当中 从来没有欺骗一个人 除世带人 皆无 用心 纯正 能够学籍 欢喜 帮助别人 客金 笑体 所以这个感应的四级 就非常明显 古时候 考这个公民 这个参加国家的考试 我们也曾经听人讲过 参加考试 能不能考中 第一个因素 是因公 你急得因得 第一个是因公 这个人 祖宗 急待 急因得 到他身上发达 所以急凶 祸福 是修来的 这个要懂得 没有明心 见心 统统都是修 我们要 特别留意 出家人 我前天听说 祥云发丝 生病 病得很突然 听说 现在在医院里面 人事不幸 为什么我们出家人 走 比不上在家人 我们在此地 看到在家人 念佛 往生 瑞相 西游 去年 观音救苦会的会长 林医生 往生 我去看他 你们有很多同学 帮助他 祝你 他走的时候 神智清楚 告诉大家 我看不到你们呢 只看到一片金光 他走了 见佛 见菩萨 借阴往生 我们听到很多了 甚至读经念佛 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感应 这些感应 我们知道 我们不说 只要真诚心 去修学 断我修善 改过自心 老师念佛 求生尽头 决定的 这一段末后 也举了一个小故事 宋朝时候 光孝寺有一位安禅寺 他是在定中 在禅定里面 见到两个出家人在谈话 其初 这两个人谈话 旁边有天神拥护 可是过了没多久呢 这个天神走了 走了 走了来了一些恶鬼 鬼 环绕着他 对他吐脱不 骂他 这什么原因呢 这两个出家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 先是谈佛法 去天神拥护 佛法谈完了之后 画家长 天神走了 然后他说 他名文利亚 悟过去来 诸位要晓得 齐心动念 一念真善 祝福护念 龙天拥护 这一个恶念财神呢 就把魔鬼招来了 妖魔鬼怪都来了 所以 讨论世间四 都被鬼神谴责 如果 想这些 名文利亚 这是造罪业 那么我们看看现在人 牲口一三叶所造的 实在讲 给这些出家人 由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还讨论佛法了 现在见面 就是名文利亚 谁还讨讨佛法 所以 这个世界 罚若牧墙 我们要清楚 红发立身 哪有不遭障碍的 只要我们行政 行政 有一天的时光 做一天 好事 好事当中 最殊胜的 就是 红发立身 所以有些人 来问我 我们要怎样 去建个道场 建道场不难 难在这个场 有没有道 什么是道呢 一定要讲经 天天天要讲 佛是天天要念 三天不讲经 三天不念佛 意见就来了 大家就胡思乱想了 过人有过人的分别 过人有过人的执着 那就不是道场了 所以诸位 要懂这个道理 红发的人才 要积极的培养 红发人才 从什么地方养出来的 将材上锻炼出来的 你不能天天上 上讲台 你怎么会讲得好呢 你要想把一部经讲好 一部经讲得透车 每一天上讲台练习 诚诚恳恳 恭恭敬敬 接受大众的批评 执教 认真地改过自新 自己才会有经历 真正要讲得好 不但讲经这套方法 技巧要懂得 它的真正有道性 字字句句 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 那才是真的 这就是自己要有真修的功夫 没有真实功夫 你有这些技巧 依旧受不到效果 必定是自心化它 自己修行有功夫 才能真正帮助别人 才能起感应道教的作用 感应篇这一句 提醒我们 警测我们 使我们知道 真正是如世人所说 举头三尺又生命 决定不是妄语 决定不是欺骗人 我们应当有所警惕 认真努力修训 希望提升自己的境界 超越鬼神全线的范围 那你真的成功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求同样的 叶子 让一有 词 词